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14日 年初三早的第二節 一起跟進兩宗國際消息 第一宗消息是根據日本媒體報導所說 新英日同盟正在成形當中 第二宗消息是中國駐歐盟市團 採取了非常嚴厲的措辭 就著這個BBC事件是反擊歐盟的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先看看日經亞洲評論的那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由他們的資深編輯鍾澤克爾所撰寫的 他就指出中國外交界慢慢就已經發現得到 英國自從脫歐之後 他們重返亞洲的政策 就有可能阻礙得到北京的亞太戰略 現在英國和日本之間 就形成了一種所謂的準同盟狀態 其實英國和日本在上世紀的1902年至1923年期間 就真的試過結成了英日同盟 當時這個結盟的目的 無非就是為了鞏固他們各自在大清和韓國的利益 當然就是各取所需 英日同盟其中一個條款列明了 說當日本在遠東和俄羅斯開戰的時候 英國就是會給予支持 這條款的目的就是為了阻止 俄羅斯和法國和德國結盟 同時也阻止了這兩個國家 對俄羅斯給予軍事的援助 因為如果這兩個國家是支持俄的話 就變相等同向英國開戰 所以到了後來日本發動日俄戰爭的時候 就變成了純粹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交鋒 說回這篇文章 為什麼那個編輯會說 英日之間會形成了一種所謂的準同盟狀態 就是因為英國申請了加入CPTPP 而且英國也有意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回談 這件事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CPTPP是以一個經貿作為本質的聯盟 當然它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制衡中國 因為沒有中國份的 中國也有申請加入CPTPP 現在根據這篇文章所說 日本很可能只會在兩者選其一 就不會兩個國家都批 如果批了英國申請以後 意味著是向中國下了一道閘 至於美日印澳四方回談就不用說了 它擺明是一個針對中國軍事本質的組織 如果英國真的加入的時候 倒過來在CPTPP那邊 日本到底會傾向哪一個國家加入 那個答案已經是呼之欲出 所以這篇文章的編輯認為 美日已經成為了準同盟的狀態 到底會不會真的推進到這個位置 而我相信也是有機會的 尤其是在今個月初進行的 所謂二加二會談的時候 雙方已經談了很多在軍事上的合作 和經貿上的合作 而且英國加入CPTPP這個決定 其實就是殺中國一個措手不及 是情咬金來的 這個CPTPP前身就是TPP 有美國份的 後來特朗普總統就不玩這一套 所以日本方面 當時的首相安倍晉三就繼續推進 改組成為CPTPP 無論是改組前後也好 其實這個經貿組織的目的都很明確 就是要擺脫中國的影響力 就是要制衡中國 在經貿方面 所以一直中國是沒有份的 後來中國就想反客為主 就申請加入這個組織 問題就是 他怎麼猜得到英國會以太平洋島嶼的名義 去加入才行呢 而且英國在脫歐之後 他們要重返亞太的意圖都很明顯 如果不是就不會派遣 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 就走到亞洲地區進駐 而且還跟美國的艦隻組成了一個航母打擊群 這是重返亞太的第一步 中國方面又怎樣 他們趕在拜登上任之前 跟歐盟達成了中歐投資協定的共識 而且也積極拉攏五眼聯盟的其中一個國家 就是紐西蘭 問題就是 中歐投資協定現在還需要 進行相關的立法程序 在歐洲議會那裏 到底出來的模樣究竟是怎樣 現在還未知 即是在說執行的細節 至於大陸去拉攏紐西蘭 當然他們就簽訂了一些東西 但是紐西蘭隔離就是澳洲 澳紐之間就有著一個長期緊密的關係 在中澳關係鬧到這麼僵的情況下 大陸純粹說跟紐西蘭簽訂一些貿易協議 能不能夠成功拉攏紐西蘭呢 這個也是疑問來的 再加上英國現在是想重返亞洲的時候 中國申請加入CPTPP 有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似乎就是有些東西卡住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歐盟昨天發表了聲明 去指責香港電台 為何要去禁播BBC的節目呢 昨天這個人民日報 就登了一篇文章出來 就說歐盟網議BBC被禁止 繼續在中國境內落地 中國駐歐盟市團回應 他說別人妄議他 這個回應是什麼呢 很好笑的 他就說要強調的就是 真實、客觀、公正就是新聞報道的基本要求 亦都是新聞自由的重要前提 打擊虛假信息不能夠有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下的新聞自由 只能夠是虛假信息的自由 如果你遮住那個發言人的名字 你不知道你純粹看這句話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他也是在說一些很正路的事情 只不過 你所說的這些什麼新聞報道的基本要求 到底有多少大陸的媒體是做得到呢 他說真實、客觀和公正 是不是胡錫進那家做得到呢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發言人又指出 說香港電台是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 他們根據國家廣電總局的通報 決定停播BBC有關節目 歐方無權借此 對香港國安法說三道四 似乎這個說法 就有多少暗時 昨天我們都說究竟是誰來做決策 大陸禁播BBC 香港電台也禁播BBC 但是大家禁播的頻道其實不同 大陸禁播那個叫做世界新聞台 香港電台禁播那個叫做國際頻道 但是反正就禁播了 都是BBC的 現在看法似乎就是上面決定多些了 因為昨天歐盟又拿香港電台出來說 中國駐歐盟市團又拿香港電台出來說 港台就變成了一個磨心 真的 但是沒事的 他不播而已 BBC的反應就很強硬 他們在Facebook發了一條貼文 他們就說觀眾其實可以通過不同的渠道 繼續支持BBC的粵語節目 比如說訂閱他們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中文的節目 又或者如果家裏有裝衛星電視接收器 都可以追台就看到了 是免費的 另外他們又把這個節目 放了上去蘋果的Podcast 和Spotify的apps 即是說大家一按上去就好像當音樂一樣聽都可以 當然這個就是擺脫了傳統媒介的束縛 如果之前去聽BBC靠香港電台 其實他就放在RTHK4 即是第四台播放的 即是介乎在第二台和新城997中間那一段 大家有聽收音機就知道 追台的時候 實情有多少人會經過收音機來聽BBC呢 我都誠疑問 因為在二三十年前 收音機還是每家每戶必備的電器 但是現在大家搬家或者新居入伙的時候 看怕都不會特地去買一部收音機來聽 當然很多開車的人士 仍然會有機會接觸收音機 因為那個除車的音響就會包了 但是如果在家裡聽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用這個網上的形式來去收聽的 甚至說特地還要去買一部收音機 因為那些直播上網都聽到的 不要說聽收音機 連電視台都可以看的 無論是看大陸台 看外國台 什麼台都可以看的 上網就有了 所以現在BBC這個反應當然也很強硬 它說了很多的途徑給你聽 就可以擺脫得到 香港電台不播放 你還可以看到他們的節目 這個就是有賴於科技進步 所以就使大家能夠有很多的渠道去接收 我覺得也是好事 反正大家都很少聽收音機 有這些新的途徑 反而可能會觸及到一些新的聽眾 也不一定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